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大家发现自己在转化率 而OI方面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专业人士指出 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缺少社媒追踪分析 从而缺少数据反馈和推广重点 单一的进行社媒推广已经试过时的方式 合理的使用社媒追踪工具将带来以下好处 一、更好的了解受众和其需求 然后创建内容并推广 二、追踪社媒和网络 提起品牌的帖子和推送 并采取行动增强影响力 三、通过有针对性的宣传内容 或产品服务 接触重要的网红 四、寻找潜在客户 并以他们正在寻找的目标 作为接触媒介 五、更好的了解同行情况 取其精华 取其糟粕 六、更好的处理品牌危机问题 和管理品牌公共关系 上文只是一些社媒追踪工具的基本优势 试入使用后 卖家们会发现其红利远远超过预期想象 下文将推荐一些在意内广受好评的高效社媒追踪工具 和操作攻略介绍 本文先对六款工具进行介绍 全文阅读还可点击海外社媒运营高手推荐 十六款追踪工具提升转化率 下 一、Awareo Awareo是一款兼具主流社交媒体平台 新闻网站、博客平台等渠道追踪分析功能的社媒管理工具 其主要的亮点在于灵活的布尔查询 只利用AMD、OR或者NOT操作符将词像连接起来的查询 精准的数据监控 深入的分析报告和强大的受众分析 以下是具体功能介绍 追踪REATS线索 REATS功能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根据用户需求 识别社媒平台上潜在的线索 它还支持对竞争对手和其受众的跟踪 分析其不足之处 帮助卖家加以改进并建立起自己的优势 此外这一功能的操作也十分便捷 卖家只需输入品牌、产品名称、服务描述或竞争对手信息 就可以开始追踪 该算法通过有预测性的洞察力识别潜在客户 帮助卖家更好的和目标客户进行互动 并增加其购买参与 不论Search、布尔搜索 无论Search能够在追踪品牌相关的信息时 提供出色的自定义功能 以确保精确的追踪并发出通知 以下是几种使用方法 首先卖家可以设置 目前正在追踪的文本中 不需包含哪些单词 这一选项在卖家跟踪其他品牌 或其他关键词时 十分有用 例如卖家正在关注Tesla 但不希望收到关于创始人 没扣了Tesla的动态通知 那么就可以做如下设置 值得注意的是AMDMOT运算符 可以与其他运算符一起使用 例如Link 这可以帮助卖家跟踪 尚未链接到自己域名的相关内容 挖掘更多链接构建的机会 使用沃尔搜索的另一个例子 是可以创建查询 说明文本中可以包含哪些词 并设置其他广泛体配的关键词 如下股 例如一家SCO软件公司工作人员 想搜索关于SCO工具的作者和内容来源 就可以利用这一方式 人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谈及SCO工具 他们可能会谈论SCO工具 SCO和营销工具等等 如果此时进行完全体配搜索 最终会错过许多有价值的结果 设置一个特定的布尔查询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以便Tools for SEO 这个短语能被算作SCO工具的范畴 分析和报告Awareo为卖家所追踪的每个内容 都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分析 卖家可以跟踪相关内容的数量走势 推文送达率 顶级网红 不同国家地区的相关内容 用户情绪 此外卖家还可以轻松的将自己的情况和竞争对手进行比较 例如某个月内品牌相关的内容增加了20% 卖家如何衡量这一数据和通行相比是否可观 这是竞争对手数据就是很好的参照 或者当品牌的用户感受出现负面趋势时 卖家也可以通过查探竞争对手的情况来判断是否是大环境所致 最后 比较报告可以帮助卖家识别竞争对手 大量相关内容的社交或网站来源 这对卖家自身扩大品牌影响力的战略而言也有帮助 此外这些报告包含无限的历史数据 这意味着卖家可以在数据范围内追溯历史情况 企业用户还可以使用白色标签选项 生成自己的品牌报告 费用目前这款工具的收费分三种类型 分别是个人账户29美元每月 290美元每年专业账户89元每月 890美元每年和企业账户299美元每月 2,990美元每年 2,MansionMansion也是一款 实用高效的社媒追踪工具 其主要针对企业用户和代理商 拥有包括定制化API 网红数据列表 洞察力分析等特色功能 具体分析如下 网红追踪案管理 Influence Dashboard功能 提供了多种联系 不同细分市场领域网红的方式 卖家可以通过网红数据识别不同 网红在不同受众群体和市场中的影响力 还可以分析网红所支持用户的品牌 值得注意的是 网红的数据收集分析主要基于卖家品牌 相关内容 竞争对手 行业网红 及卖家要提前完成动态通知的相关设置 卖家可以选择对网红进行实时搜索 但该功能仅局现在 Twitter和Instagram的实时文本内容推送中 卖家可以将这一对象 设为行业中最具影响力的网站 并把这一做法纳入营销策略中 API对于想要构建定制化设 媒体验的卖家而言 API功能可以满足这一点 其支持以下操作 使用Mansion抓取工具 构建卖家自己的定制化追踪工具